我不希望你没有自己的事业心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 自认为比较有事业心 然后比较上进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他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逐渐 自己的事业 你灭灯的那个点 会被人误以为 你说没有事业心 不是 我没有太强的事业心 我不是女强人 上次那个男嘉宾也说 不要对方痴痴傻傻的看着我 他也是灭灯的 2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就是一个比较有事业心的人 比如说寒假 暑假 节假 都是我最忙的时候 可能就会在陪伴你的时间上面 会比较少 就是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件事情 或怎么样去解决 我觉得陪伴少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你有你的事业 我有我的事业 然后我们愿意去共同地处理 对方的事业的关系前提下 然后我们再找到合适的方式 去相处 我觉得是可以找到的 好的 谢谢 赵美文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想找一个姐姐类型的 但是不喜欢特别黏人的 对吗 其实黏不黏人 我觉得是另外一方面 我是希望她能够独立面对生活 独立去有自己的一些事业 而不是在家里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等着我来 哦 愿意在家 所有的事情等着老公来吗 都有专家 我们去找一个简单 对